菲律宾太阳能获得500兆瓦项目开发单位的IPO批准 东南亚最大开发商Solar Philippine New Ever Asia Corporation 以获准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该公司将获得高达27亿菲律宾抵所的资金 该公司是太阳能发电商Solar Philippine的子公司 以获得菲律宾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 以每股C.00菲律宾抵所的价格发行高达27亿股的股票 最终报价将于11月23日确定 本次发行将于2021年12月1日至12月7日进行 12月17日未暂定上市日期 这是一家公司首次根据一套被称为可贷生能源公司补充上市和披露要求的规则 获得上市许可 SPNEC是一个500兆瓦太阳能项目的开发商 该项目旨在补充履送电网的薄弱储备 并帮助防止停电 该公司计划利用13亿菲律宾抵所的首次公开募股收益 最终确定该项目的第一个50兆瓦发电量 而剩余部分则计划用于购买土地 将该项目扩大到500兆瓦以上 公司已任命Apacus Capital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为发行管理人和组成销商 菲律宾投资资本公司为IPO的参与承销商 除Nueva SEO外 Solar Philippines还在巴坦加斯与韩国电力公司建立63兆瓦的太阳能合作伙伴关系 在巴坦加斯和Kai White开展两个总计140兆瓦的太阳能项目 并将塔拉克的现有发电厂扩建至200兆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